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hello各位网友 大家好 又来到第8集 第8集的天地有正气 继续有阿冬和阿云 和大家天地有正气 天地有正气的下一句 就是你这班仆街隧道比 所以我想这个星期 所发生的很多本地的事事 都会令人不其然 路马上彈起 就是你这班仆街隧道比 而这个你这班仆街 我发觉 那班是一群 我发觉这群仆街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多到是一个香港人 已经在不能够承受的地步 是不断地扩散 放射式出去的 这班仆街 是几何级素的 这班仆街 不是衰到鼻 很简单 我觉得当年 曼子梁在这个 《堵胜大战拉斯维加斯》里面的 金句就是 你这班仆街 就是天地有正气 你这班仆街衰到鼻 其实我们开始的征告 其实是取材至这一段说话 这段说话就是 来自这个 《堵胜大战拉斯维加斯》 《堵合大战拉斯维加斯》 里面的 曼子梁飾演的 匹德珠 这个角色里面 其中 一句 比较经典的 在《三浩龙》上面说的 没错 在《堵胜大战拉斯维加斯》的沙漠 就说了这句 这一群仆街 可以说是多到一个点 令到你这个人 我很后悔 做回这些时事评论节目 你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做这些时事评论节目的时候 我可以大不了 听到一些仆街在收音机里说 电视的新闻有的仆街 或者看到仆街事 我可以选择做港珠 不管 没有眼屎干净吗 没有错 你记得以前有首歌叫《庞的启示》 不是我年代的 出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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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80后 我猜出世了 应该可能 刚刚一岁 寶寶手抱 这首歌83年的歌叫《庞的启示》 就是当年港英政府公民教育委员会的一首主题曲 是由这三位相当老牌的歌手合唱的 哪三个 关正杰 我懂 欧瑞强 我懂 还有路管廷 我也懂 是三位歌手唱的 歌词是关于 叫大家不要做一只庞 庞是怎样的呢 有一个壳 吸着壳 就沙中庞 常见路茫茫常处身于灰暗地方 即是说一只庞 躲在沙中 什么都不理 只吃东西 不断吃东西 而四周好阳光 闭起眼内看 周围的环境其实很好 不如你不要做一只庞 留意身边时事的香港人 叫香港人多些留意身边的时事 谁知道 我打算不做时事节目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只沙中庞 完全拉着庞 不管所有事情 但现在要做时事节目 就没办法了 每个星期 就被那些港奸 卖港财 你刚才所说的仆街 仆街 我不用死全家 我知道有很多行家都喜欢用死全家 为什么你不用 我总是觉得一人做死一人当 很左教 我不及妻宜 所以我不是说死全家 不过教主昨天罵梁理芬之流之流 就说 拿去喂狗 狗都中毒 死了 但我也觉得教主这样 不足以平息 我心目中看到这些仆街之痕 我觉得这些人 应该将他赤裸凌池处死 再犬缺 再凌池 再拿下油渣 炸到半死不活 然后治好他再炸一次 就是那种 不要让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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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用18层地獄的 勾腻筋 用勾腻筋的方法 勾完腻筋 跟他亂上 再勾过 再亂上 再勾过 就像那套的经历电影 The Saw 那套是什么 是 Saw 不记得了 总而言之 大家 我猜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套 很变态的小片 我觉得应该用那些 Torcher的招数 将来要用来 对付这些买港财 和仆街賤人 第一条要说的仆街賤人 首先跟进一些 上星期也有讲开的法庭消息 第一个要吵的 当然 我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各位网友 放心 第一个当然要吵的 就是这个 吵李老美 不是吵他这么简单的 唐琳玲 就是藐视法庭案罪成的 唐琳玲 这位 我还看到有网媒 有传媒 就说她叫奇女子 吵李老美 这个奇在哪里 奇什么的女子 贱婦就贱婦 奇女子 是什么形容 吵李老美有多奇 中国十三亿人 吵李老美 分分钟有1亿以上 是这样的 有多少人这么奇 奇女子 其实是这样的 对于大陆来说 可能不奇怪 但是对于 一直都比较文明的香港来说 哇 你生成这样的 这样就很奇怪 是不是 可能在这个角度 你会不会舒服些 不会 这个唐琳玲 事件 有个判决 终于藐视法庭案 法庭拍照 他大罵香港法院 又哩又怒 他一定是有那样 全部都不关他事 又说他 你违规拍照 是因为有人违规用手机 引到他拍照 整个审讯过程 根本上就一场闹剧 这个人 是应该理应重判的 他简直就不是挑战香港法治 那么简单 他是藐视 不止藐视法庭 他简直就是藐视香港法治 藐视你香港 藐视你法官 藐视你香港人 藐视我们整体香港社会 这一个这样的唐琳玲 这一个臭八婆 臭蟹臭八婆 完全是藐视香港的 好了 那官判他什么呢 最后 判他这个藐视法庭罪成 就判他 竟然只是七天 算了 我都先不说个判决 兼负纵费二十万大 十九万多的纵费 那就有个判决 但可惡在什么 很不清楚 我现在在说的 我在批评的 不是这个法官的判决 我都不是说他到底 他判得重不重的问题 而是为什么 他判了案之后 未坐满七天 他就说他羈押了已经 足够七天 而之后 会将他遣返内地的呢 将他遣返大陆的呢 是吗 为什么他 我当他叫他坐了七天 我当你坐了七天 但是为什么 他作为一个有香港身份证的人 你要遣返回大陆的呢 到底 遣返回大陆 本来是好事 但是那十九万 怎样 他要罚款的这二十万 怎样 哪个追 怎样追 不是 他好像是没有香港身份证的 没有香港永久身份证的 是 他那个是一个叫做商务的签注 在一段时间 可能是一年 就可以不断来回香港 明白 这个唐林玲 你藐视法庭罪成 然后欠香港法院钱 是哪个下命令 要遣返回他出境 是哪个 背后 为什么会遣返回他出境 他还没给钱 如果他给了钱 再遣返回他出境 我又觉得OK 没问题 但是为什么他在未缴交法庭罚款之前 是可以遣返回他出境 而不需要他给这二十万 没人追 是吗 是不是入警署下这个命令 法院下这个命令 哪个行政单位 香港特区政府里面 哪一个行政单位 是决定要将他遣返回他出境 而原因何在 为什么呢 好了 我作为我不当追他钱 是不是 我当我为唐林玲发声 是不是 喂 我作为一个 我有商务签注 你凭什么遣返回我出境 我有有效的入境文件 是不是 那你也要解释回这件事 向社会解释回这件事 喂 你老母这头判完这头就带他出境 嗯 哪个决定 是不是 没给钱 那条契袋 那条契袋还没给钱 是哪个 是哪个下命令 要遣返回他出境 可能就是这样的 这个商务的签注呢 就是 可能在一年里面 你可以不断来回香港和大陆 但是呢 每一次呢 只是可能 是 只可以留在香港七天的 那会不会就是 整件案结束了 哇 他已经留了超过七天了 就要扔他回到大陆呢 但是 如果你要扔他回到大陆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先找那条契袋呢 是啊 现在是欠法院钱的嘛 如果一般来说 香港人欠法院钱 会怎样呢 通緝令 我也试过 咦 我突然发现 我太太在看的 哈哈哈哈 你没有交罚款 你就一定要通緝令 是吧 或者 你就要入監仓了 即是你就要入監 香港你没有交善养費 我那时候在荔枝角 讀得隔壁床有几个 是无端端坐几天監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交善养費 都是要坐牢的 有些法庭 即是欠款交不到保释金 一样要坐牢 坐到你找到保释金为止 喂 香港的法院是这样做事的嘛 而为什么这个唐林玲 可以这样被递家出境 而未能交20万 是不是 未给重费你就走 谁放他走 为什么要走 除非 除非这个人 真的有任务在身的人 背后 有一个强力机构 在香港叫做强力机构 是特事特办去做这件事 而这个强力的机构 一是 当然就是香港特区政府 而香港特区政府 是没有理由这样放他走的嘛 也没有这样的原因 那他为什么要放他走 是不是 这样也要开城报公 如果是香港特区政府 这个强力部门 但是 如果这个强力部门 是中联办的话 如果他真的替中联办做事的话 他真的有中联办背景的话 或者有大陆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的背景的话 这样的递嫁出境行为 就很糟糕了 那就完全是犯法 完全违反了一国两制 完全违欠 完全犯了基本法的第二十二条 完全是干预香港的事务 其实有些报章就说 根据香港的法律 就算他递嫁了他回到大陆 日后如果他不还 都可以跟内地部门 不知怎样合作 就叫他还 但是 怎样合作 跟哪个部门合作 你跟杭州市政府合作 还是跟深圳市政府合作 你跟哪个政府部门合作 大家有常识的都知道 中国每个乡村各处来的 不同地方消化机构 都有不同的人去管理 对不对 你跟哪个人说 如何拘捕他 中国这么大 你怎么拘捕这条丑蟹回来 现在是哪个人放他走的 交代吧 入警署 是不是入警署 你这些香港传媒 所谓的非建制派 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也好 什么律师党 喂公民党 你不用做事 喂 你杨岳桥 不用做事 你杨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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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这些香港记者 你苹果的记者 你不想追查他 他去哪里 香港的传媒机构都要追查他 为什么 他会放他 谁放他走 为什么要放他走 除非他 如果为香港带来即时的危险 如果他是恐怖分子 如果他是一个 会扰乱香港公共安全的人 扰乱香港公共秩序的人 那你就说要递介他出境 对社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人物 你就说有权要递介出境 或者要将他递介出境 现在问题是他欠我们的钱 而他是玩你法院的法庭 他也不是对公众秩序 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是哪个递介出境的 背后他是不是有人支持 是不是中联办的人 如果中联办的人 你这样叫入境处放他出境 那你扭乱香港特区政府 你吃虽然不是的 你压屎的 香港特区政府 你是不是压屎的 你欠香港人一个交代 这个臭蟹不是说 扭乱我判了7日监 罚了20日监 就算了 这件事 还没算数 你真是瘋狂的 其实他回到大陆之后 很搞笑 他榴莲骨牆 很舒服 又说没有钱给罚款 香港就要申请破产 为什么你要有钱 他有钱 他有钱 他想回香港 这个人玩不够 想继续回来玩 很瘋狂的 而入境处又不让他过关 他过到这里 他用那个通行证 他过到这里的一道门 他开了一道门 但是第二道门是不开的 他打手指摸的时候 第二道门是不开的 就是有几个入境处职员 就叫他夾了他 夾了他 夾了他 在文化室 然后最后递介他回大陆 就是不让他入境 但是问题是 凭什么不让他入境 你入境处有没有解释 没有 你入境处到今天 你都未能解释 为什么要递解唐龄出境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背景是什么人 他说他中铁 他说他 今天再说他 他在法院 他都声称自己是 中铁建的投资部副总裁 但是到今天 中铁建都在说 他不是这个唐女 不是他公司的雇员 强调他公司根本就没有投资部 到底这个臭鸭八婆 是什么人 亦都有报道 他原来在澳洲曾经 犯过几次的集警案 就是牵涉几次的刑事案 集警案 在澳洲当地 他说自己是澳洲回来的 到底这个是什么人 你不可以 首先特区政府 第一 你不可以乱把傻人 递介出境 如果不是很糟糕 很多人都要递介出境 那你不递介 那些假扮黑钱 那些假扮你 假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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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黑钱 那些大陆躲你 你不递介 是不是 你为什么他有特权递介 他欠香港人的钱 他欠香港法院的钱 为什么他不需要递介 其实如果他是一个傻婆的话 你快点走 对于我来说 没什么问题 但他欠香港人的钱 有没有法律界的人士 可以解释给我 是的 我需要解释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 我真的需要解释 我刚刚见到 我刚刚见到 他看完 我调完一大轮之后 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网友 刚刚加入的 叫做Run Perse 这样的网友 我知道他是一个律师 我知道他是一个律师 要是你快点告诉我 为什么他可以逃避 身为法律人士 你告诉我 为什么他可以逃避 你欠法院的钱 也可以逃避 那是否对七百万香港人 很不公平 我们欠法院的钱 会怎样 要你通缺你 要你没有钱 扔你去监仓 要你扔你去黎智国 为什么他可以逃避 还是在执行上 有人有法不依 其实他不能逃避 但是执行的人 你走 是不是这样 是谁部门下的命令 为什么这件事 绝对是一种政治的风暴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你这些主流传媒 就算了 很多其他新闻 就算了 这些是不可以放过的 你老闆 这些扑街是不可以放过的 厚恥就薄屁 这些大闹法院 挑战你香港人的法治 挑战香港法治 挑战香港法官 这些这样藐视法庭罪成的人 就只是判七人 而我们香港拿着五万票 曾经拿着的前立法会议员 梁重恒和游慧晶 竟然 他们在立法会要求上班 要求宣誓可以履行他的 选票的选民 选他进行的职责 去做一个议员的职责 他们连同几个自己的助理 希望可以冲进会议厅里面 宣誓就任立法会议员 而法院竟然告他们是非法集结 即是上班变非法集结 如果我开公司十个伙计 又是非法集结 你傻的 即是不可能是非法集结 你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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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批评法官 我尊重法治 但有时你真是离谱 你傻的 首先你告的非法集结 你傻的 你傻的 集非什么法集结 当时他还是立法会议员 他还未宣誓 好像连释法都未释 当时应该是未释法的 而他真的是立法会议员 他因为是梁君彥的决定 所以他现在要冲进去 是你立法会主席的决定 那你冲进去开会 或者想再宣誓 那也不是非法集结 为什么会变成非法集结 在同事 在自己应该理应上班的地方 即是老闆说 你还未弄好职员症 我还未说请你 你来上班 好了 我当是非法进入私人地方 甚至也不是 其实他真的有选票 对吧 也有多少 五万多 五万多票 所以 为什么会是四周监禁的呢 根本就不成案 有网友说得很好 议员在立法会内非法集结 没有最荒谬之后更荒谬 老师在学校内非法集结 现在这件事 我已经不批评他 我刚才批评了他的判决 已经过重了 第二 这件案根本不算是案 就是我来上班 你屌你老母 拘捕我 说我非法集结 你瘋狂的 香港是不是荒谬到这样 现在 现在就告诉你 香港真的这么荒谬 是吗 那些年轻人 我昨天虽然教主说过 但我也要再说一次 你香港社会有什么前途 你香港还有什么未来 你说什么未来 你老母 年轻人有理想 好了 秦政途 我不玩 一向青年新政都不是搞勇武抗争 我秦政途 我出来选举 他们已经很和理非 我觉得一点都不勇武 很和理非 一向都 未做立法会议员之前 一直都是 还要从选举走入建制 由当年邝宝然开始 即是现在离开了 邝宝然离开了新政 由当年我参选区议会 到临危授命 参加立法会 而他亦都在整个 选举的过程 又没有说要勇武 又没有冲击 老老实实去到街站 去做选举宣传 然后得到足够的选票 入到立法会 你老母 你因为他的宣誓不让他开工 然后你现在告他非法集击 这是什么 年轻人好地地 真是有意投身政治圈 你现在就扔他入监狱 你是不是瘋子 你说香港还有什么前途 香港社会还有什么将来 总之 一些年轻人 为了捍卫一些小相反的利益 在旺角 年初一二三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只是找三天 给他摆卖 叫做是违法的 可否通融一下 有些年轻人走出来捍卫这些小相反 和大家市民可以趁热闹趁虚的权利 然后那晚警察安排失当 警察部署失误 然后你就说别人是暴动 那个完全不依警例向天开枪的警员 然后就拿红鸡繩 这是什么香港 你为什么完全不合逻辑 全部推了有志的年轻人去死 去坐牢 你还问为什么香港年轻人 不能发奋逃强 那你还问为什么 香港的年轻人为什么变成这样 为什么有这么多离心 又说不是中国人 又说港独又说不去六四 为什么 你的社会这样 你的社会这样扭曲 病态扭曲 完全都不合途逻辑常理 因为这样的社会 你还说什么 你还说什么 现在你说 你不跟他那套思维 你不跟他那条 那个规矩 你就不用指以有权力 不用指以有这个 改变社会的权力 现在那套就是这样玩的 你做反嘛 就算你够选票 入到他都好 他总会有些办法去推翻你出来 现在的玩法就是这样 你说我们八九十后 我们将来会怎么样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 不要说这些 尤惠貞和另外两个助理 就是进了去兽 进了小揽 应该是小揽 如果是正常的话 不过应该是过界 还是不知怎样 总之现在就是进了去兽靶 进了去服营 尤惠貞 很像一个小女孩 二十六七岁 想为香港做些事情 你不同意她的政治取向 没有所谓 你不同意她的方法 都没有所谓 但她只不过是年轻人 想入议会 争取属于自己年纪 或者自己世代的权利 落得什么下场呢 就落得如私下场 就是要坐牢的下场 其实二十多岁 大好前途 但是 现在香港政府就是这样 你大好前途 你不听话 先逼死你 现在这样 最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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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 是什么懒惰 现在 这个这么懒惰的事情 动达DQ你的事情 我还未算是罗冠聪 别说只是为梁油发声 罗冠聪 都是无人孤孤 被DQ了 現在DQ本身已經是不公義的一件事 這個釋法已經是絕對不公義的一件事 嚴重踐踏一國兩制的事情 你老母在現在你的立法會議員 你的梁美芬 我屌你老母老鼠芬 你還說和律政司鄭若驊那個知法犯法的臭犀 那個死臭犀 大波臭犀 鄭若驊 知法犯法 還沒跟他計算 家裏有僭建的知法犯法的一個律政司司長 我屌你老母 他還要這兩條臭犀 梁美芬還說和鄭若驊說要將DQ制度化 要將DQ這件事 將這個隨意行政機關 執法機關也好 行政機關也好 可以肆意干預立法機關的一件這樣的事情 隨意DQ民選的議員 將他規範化 即是立例 即是說什麼情形底下你就要DQ了 你有什麼情形底下你就要DQ了 你這個簡直是梁美芬 這個籌系完全就是邀請行政 完全就是邀請行政當局 干預這個立法會的事務 完全是超級違反了三權分立的宗旨 我不知道什麼叫DQ制度化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叫DQ制度化 你現在亂這樣DQ 如果制度化之後還會變成一個什麼世界 Persy 你也知道鄭若驊大波 我也是根據《蘋果日報》拍出來的照片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裝假狗 我不知道他裡面那兩個 是不是西瓜波 這些我不能知道 你先戴上頭盔 但是那個照片拍出來 就彷彿好像很大個球一樣 所以你這些人渣 這些八婆人渣 人中之屎 還有不止他們 其實大家看看今天星期的沙中線這件事 我稍後回來 廣告回來 我跟大家說說沙中線 完全看到香港現在有多麼不堪 現在香港有多麼 完全是一個大陸化的社會 稍後回來見 人口無敲 有兩位 雲